说起大家都能记住的民族舞舞蹈家,应该就是杨丽萍了,不管会不会跳舞的人,小时候都肯定看过,或者听过,他那段空灵美妙的孔雀舞,像这样一个能把记忆磨练到极致的艺术家,背后肯定有着超越常人的热爱和敬业之心, 虽然随着时间过去,杨丽萍的年纪越来越大,练舞的难度也越来越大,但热爱舞蹈的杨丽萍一直都没有停止创作,间隔一段时间就会退出新的作品,而在最近,杨丽萍却因为太过投入排练新舞蹈而受伤了,前两天,杨丽萍在微博上说了,自己因为练舞受伤,而被送进医院的照片, 并配文解释了自己在排练新舞剧是不小心摔倒,导致骨折,向医生争取了很久都无法亲立舞台羡慕,为此向舞迷朋友们道歉对缘由,从照片拉开,杨丽萍的小腿,确实已经肿胀得很厉害,而且被医护人员拉着做治疗,场面看起来令人十分心疼, 虽然杨丽萍老师一直保护着年轻的颜值和身材,但实际上她也已经六十岁了,为了练舞还导致受伤,只能说太过定届了。 这么多年来,杨丽萍老师的优美舞姿,和舞蹈精神,一直备受观众的称赞,虽然她并非课班出身的舞蹈演员, 却能够凭借自学而讨取了西双版内歌舞团,后来还自创出著名的《孔雀舞》,努力和才华的堪生佼佼者,杨丽萍从小就经历父母离异,作为小女的她一边照顾弟弟妹妹,一边偷偷的练习舞蹈,始终没放弃心,中的舞蹈梦,在物质短缺的年代,很多人都放弃了梦想,但承担着生活中压的杨丽萍,挨过无数个不眠不休, 勤学苦练的夜晚,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辛劳和汗水,就连试试挑剔,用词希腊的金星,再说到杨丽萍的舞蹈却至临时,都毫不掩饰她的赞赏,她说没人可以模仿得了杨丽萍的婚,她的舞蹈是前五古人,后无来者,杨丽萍曾经说过,她的舞蹈作品就是她的孩子,是她的女儿,因此她即使至今没有生下一儿一女, 但有了这些作品,就是她存在过的最好证明,对舞蹈充满着热情的杨丽萍老师,希望她能尽快康复,再给我们呈现万样的物资吧。